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当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会不同 于是会对彼此的做法产生意见 在没有大色大物之前 我们在人间的见解都可能有漏 所以在看待和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该围绕佛法哪些点和原则 使事情做得更圆满 更智慧 让彼此同解呢 师父 请师父 慈悲开始 很简单 首先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 这个就叫换位思考 第二 要看到学菩萨 看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啊 过去的不能再把它作为将来来使用 所以首先要看到未来 把一个事情看成发展型的 你会觉得有希望 把一个事情看成自在型的 你就失去了希望 明白了吗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看问题 首先要看到将来 菩萨说一切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对不对啊 过去过去不可得 想一想过去的就没了 为什么我还要老纠结在里面出不来呢 这就是没有智慧 所以怎么样能够和别人想的一样呢 就是经常想想别人 如果你是处在别人的位置 你会怎么想 这就叫同解 大家一起能够解释这些问题 大家一起能够同时了解这些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早安师傅直备开事